大家好,我是Picco S.O.H. 今天講一下衣服,左邊是CP的G3,右邊是Acaris的AR Combat Shirt 大型一直都在用CP,不死鳥沒穿過的牌,所以做不到用後感 只不過講一下它的設計上的分別和試想新的感覺有什麼不同 先講價錢,價錢分別兩件都算大,這件是官方官網價,17多,280多 馬數來說,兩件都是中馬,但我覺得不死鳥是小一點的 但它有些位置做起來,會令你動動,會變大一點 先講一下物料,我摸下去的,我覺得差不多 大家都有什麼Line-Lon Cotton的東西 都是Fire Resistance,有什麼No Gym No Melt 但是穿著火之後就不會融掉這件布在皮膚上 而中間這個,我覺得不死鳥是軟熟和滑身一點的 Qui這隻就有軟身一點的,中間這塊布有 G3就只有一隻,而不死鳥有AR、LT和SV LT比較薄身一點,比熱一點的天氣 雖然Qui現在也有Hot Weather,但Hot Weather屬於G4,這件是G3 而它的SV就更厚一點,而AR就中等 我覺得跟Qui的G3應該是同樣的東西 先講一下手袖吧,手袖呢? 一路接上的時候,這個圈會感覺上會越來越緊 當然啦,你的手臂越粗,所以上到這些位置就會感覺上比較緊 之後那件衣服,不死到來的時候已經跟進了一個內置的padding 而CP那邊就要另外一倍 不過這個padding,我平時就算打遊戲都不會怎麼用 那就是那個位置 那現在看看padding的位置 padding的位置,CP的pad就在這裡 上到這個位置 而不死掉的padding就在裡面 裡面的padding就在這個位置 那再上身,這個位置就到這個腰部位 而CP的位置就在我而言,就在這裡 你會看到底部在這裡開始,以及在這裡開始的分別 那手袖袋呢,不死掉就是用拉鍊 那拉鍊裡面就有幾個圈,幾個圈在裡面可以扣東西 那拉鍊感覺上就比較穩陣 因為你拉完之後就是白粉白蜜蜂 那還有在旁邊拿東西就個人喜好 但旁邊拿,雖然方便一點 但有機會也可能有東西會掉出來 而CP的就是純粹是魔術貼的袋 那他的袋子就分兩個,如果你想有些分隔性的物品 就可能會好一點 那他就多了這個洞位,就可以放進去插筆 而這個袋子大小呢,我就覺得可能不死鳥會大一點 那再上去,我覺得最大分別的一個地方就是 就是個家底這個位 那不死鳥這個位置就有個網布 那你一穿上身,這個位置其實是馬上覺得很涼 那這塊布呢,你看到它有點鬆動的位置 就變成你動較位的時間 動較位的時候,這件是舒服一點的 那這件CP呢,它的暗部位是套死了一個點 那因為有時候我伸高一隻手的時候,它會扯到下面一塊布上去 那另外就是它走走的棉布呢 CP就落到差不多這個位置 而不死鳥就是暗部位之後就長一點的尼龍布 還有另一個分別就是它前面這塊布是 尼龍布去到這個位置 然後CP就去到這個位置就停了 那這個分別大不大? 那我個人就覺得不算太大 那如果你穿件Fest的話 那你這個可能多一點位置 show到multi-cam出來的原因而已 然後最後三名,三點筆四點都是傳統的 就是扣扭加魔術貼 那它這條靈,這條骨就比較硬 那CP那個就拉拉鍊 拉拉鍊就方便一點 那這個位置就沒那麼停的 那我再做回總結 那總結來說,喜歡不死鳥的東西 就是手臂的位置 手臂的拉鏈袋 架底的網報 以及高度程度 而CP追到手袖用魔術貼 以及胸口用拉鏈的上落 那順帶一提,不死鳥的LT就是拉拉鏈的 而且它是比較薄 所以如果對香港來說 就應該LT會舒服一些 那就看看接下來有沒有機會 可以翻結LT回來做一下review 那至於你說哪件比較適合 就打不到你了 因為這一件就沒試過落場 那我看看別人上網說 打雅富航街場的人 一件CP平均可以拉到9至13個月 那不死鳥就短一點 那我當它半年 那半年都180日 那就是你穿180次 那對於我們打Wall Game來說 我當你每個星期第一次 那一年50次可能都可以做到兩三年 那CP可能多年半載 因為我覺得它會選擇我快 那CP的東西 就是這塊棉布和這個網布 那因為我摸下去 就覺得它軟熟一點 而且沒有這個那麼硬正 那至於你說這隻布 其實我覺得應該差不多 那最後一個不死鳥的 不要超級貴 所以就 那你自己含量一下 變得好一點 那這個就是這樣 講一下不死鳥和CP3的分別 那我下次看看有沒有機會 打幾場片 再做個Follow Up 再做個Follow Up